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持续有不同的有不同不同的动作结盟的动作 所以究竟2020年的选举是三方甚至是四方的选举到现在看来也都还扑朔迷离 而这样子的对战不同类型的对战组合事实上是对于2020年的选区选情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就是从过去这一两个月的民调来看看不同的对战组合 还有究竟对于未来的选战动态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底会是传统两党对决还是三方甚至是四方的选举 最近甚至传出连郭台铭都有意来参选这个总统的宝座 如果是传统蓝绿的对决以目前来看国民党多数的候选人包括像王金平包括像这个朱立伦和绿营直接对决的时候 其实相距不是很大而某种程大部分的时间呢蓝营可能还有一些胜算 这是在传统蓝绿对决的情况之下 不过如果换到了三方选举加上了柯文哲之后情绪就复杂了很多 举个例来讲如果是国民党推出的是朱立伦对上的是民进党的蔡英文 现任总统蔡英文这时候柯文哲如果跳出来参选 他往往民调我们看到是领先的排第一的 不过如果绿营换上了赖清德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柯文哲的这个 柯文哲的这个排名可能就排到了第二名 如果这时候国民党又换上韩国瑜 我们又看到柯文哲的排名可能甚至掉到了第三名 所以说以柯文哲来讲以作为一个第三的候选人 他究竟会不会参选对于这整个选情 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不管从过去这段时间的民调资料我们看到 柯文哲不论是排名第一第二第三 但他最低的支持度也可以保持在20到25 最高有时候甚至到35到40以上 可见柯文哲他有他一定的基层实力 所以柯粉的凝聚度其实相对而言是还蛮强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柯文哲的参选对于蓝绿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再看另外蓝银跟绿 分别看蓝银跟绿银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因为柯文哲他他他有凝聚选票能力 因此绿银跟蓝银都很希望赶快把这个 他们的这个选票能够分别归队 我以绿银来讲柯文哲其实基本上可以拿到 绿银大概三成的支持度 很多人认为说赖清德出马取代蔡英文 才可以把绿银凝聚起来 同样的柯文哲也可以拿到蓝银大概两成的支持度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很多基层认为 韩国瑜出马才有办法把蓝银凝聚起来 的确现在对于两大党而言 分别把两大党凝聚起来是最主要的 以现在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这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不过别忘了柯文哲其实最有声势的是 他在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中间选民这一块其实他长期以来都有四成的支持度 就算是现在声势最强的韩国瑜 也不见得能够在中间选民上面 能够拔得头筹 赢过柯文哲 这是柯文哲目前实力最强的地方 那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持续 持续在我们这个总统候选的讨论 除了两大党的候选人以外 持续在我们的这个讨论之列 除了讲这个 未来这个选举动态以外 接着我们从民调资料 可以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世代的投票倾向 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是绿营之所以能够在2016年整个翻转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年轻人的支持 所以从民调支持来看 大部分绿营的候选人在20岁 20到29 30到39 这个属于比较年轻的这些族群里面 是获得了比较大的优势 相对的国民党其实在40到50跟50到60 这两个中间的中生代的族群 其实他们是比较占优势 而两党来比较的话 60岁以上其实是不相上下 两党差不太多 而我们看柯文哲 柯文哲不论是哪一个民调我们看到的 他的支持度永远都是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 换句话说他最大的支持 支持的族群是在20到29 然后随着年龄层往上之后 他的支持度就往下滑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说如果说 两大党要能够把柯文哲边缘化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抢年轻的选民 其实过去以高雄市上次的选举来看 韩国瑜之所以能够最后 等于翻转整个战局 跟年轻的选票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看高雄市选前的几波的调查 我们会发现 韩国瑜在20到29岁的这个族群 确实是有效的翻转民进党的支持度 后来事实上他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 反而比民进党的支持度 的候选人支持度来的高 因此年轻选票就会变成最大的关键 如果两党未来没有办法 在年轻选票上面能够把柯文哲的这个 最主要核心支持者拿走 则柯文哲很难 几乎不可能会被边缘化 那三强鼎立的情况就一定会存在 真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余振华 我在无色觉醒